日本鬼子以及其残忍的方式,侵略了我国,每到一个地方,就烧沙场略无恶不作,中华儿女们奋起反抗,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生命。 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涨,但要说哪个省最厉害,想必还得是广西省,因为日本鬼子最怕的,就是广西人了。 在七齐事变之后的一个月,老蒋向李宗元,白崇喜发了电报,意思要双方个事前嫌,一起抗日。 这已经是老蒋第三次邀请他们,但他们还是犹豫不决,因为贵系的势力强大,所以老蒋也想把贵系给高垮。 在抗日战争全面来临的时候,老蒋和李宗元,白崇喜二人可是死敌,大家都不相信,老蒋会和他们联合起来抗日,他们都害怕老蒋搞什么事情。 但是白崇喜也知道,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,要是只顾自己的安危,一定会被百姓吐气的,况且自己之前说的抗日,也就只成为一句口号了。 后来李,白两人经过商量,就决定组团抗日,先把鬼子打斗再说,两人商量之后决定,白崇喜飞往南京,而李宗元在桂林镇首,并且开始组织全省抗战征兵。 广西的征兵速度,可以说在当时全国都排名第一,在刚刚抗战的两年时间里,广西省人口并不多,但是却征集了三十四万兵丁。 后来日本鬼子进攻我国,并以为可以,已去拿下中国,但是却深陷中国,中国所有的军队都起来抵抗,日本都震惊了。 三个月能拿下中国,也成为了一句空话。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,桂西的军队就极其强悍,获得了大家的认可。 桂西军队是一支中国抗战,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军队,在很多次战斗中,都以极其勇猛的姿态,拿下了当场的冠军。 当然在松户会展中,中央军的装备无疑是最好的,道桂西的军队是最不怕死的,勇猛的冲上前去毫不畏惧。 后来徐州的突围,李宗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,周元将军就在这次战斗中,打出了自己的名气,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。 后来日本鬼子进攻桂林,惨烈的桂林守卫战,这是一场惨烈的防御战,桂林已经是全民皆兵,来抵抗日本鬼子这次的入签。 大家团结起来,没有一个人害怕的,虽然最后日本鬼子用了生化武器,导致了防御战的失败,但这一场战争,也打出了广西人民,想要顽强抗日的决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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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